2024年1月13日就要投票了 你知道要投什么吗? 这次大选总共有三张票 总统票 区域立委票 政党票 总统票选总统 区域立委票选立委 那政党票是什么呢? 政党票的功能就是支持政党与他们提出的不分区立委 得票率达到不同门槛 还可以解锁新功能 门槛一 政党得票超过1% 捐政治现金给该党的人就可以抵税 门槛二 政党得票超过2% 下次可以直接提名不分区立委 不然还要先花200万 提名10位区域立委 门槛三 政党得票超过3% 未来4年内 每年可以取得1票50元的补助款 上一次选举只有6个政党得票超过3% 这些政党每年可以拿多少钱呢? 门槛四 政党得票超过5% 可以依照得票比例分配34个 不分区立委习次 下次大选还可以直接用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哦 不过要超过5%可没这么简单哦 如果投票率70% 一个政党大概要获得68万票 才有机会获得立委习次 经过阿草的讲解 有没有更了解政党票的功能呢 1月13日 记得带上身份证 印章和投票通知单 一起去投票